各位網友,這條片是爛尾樓講過很多 今次講大陸那些超級高的大廈,有幾多是爛尾的 以及這些爛尾的機會是大到不得了的,我解釋一下給大家聽 還有什麼叫羅倫斯魔咒 好了,真是尷尬,Nord VPM我介紹給大家去買 原來它的季度優惠剛剛完結 就沒有了3個月加4個月,昨日你買的還是有3個月加4個月 從今天起只有3個月加1個月,這個沒辦法 如果你在今天之前買了2年計劃,只有4個月,沒有7個月 你發電郵來這裡,我們給你一些補償,如果你買了 現在新的,真是不好意思,只有4個月的優惠 當然我建議,如果你在香港,你都要光顧,它都是80多美元 600多元,就是兩年04個月,即是28個月 可以6個機用,可以3個人用 聽戶外這些,就穩陣很多 而且你用我們這條link去買,就是對我們的支持 我建議香港人買的,網傳一份未完工的 450米以上的中國,摩天大廈統計表 450米,即是1400尺,是100層以上的高度 100層以上,究竟有多少呢? 統計表,這個人很有心機,這些是唱衰中國的 31棟大廈,19座是爛尾或基本放棄 佔了6成以上,我們看看這個表 凡是紅色的,就是爛尾或基本放棄 剩下紅色的已經放棄,藍色的繼續開工 我們在深圳,有一個貝塔湖,這個很出名 這個貝塔湖,但是它其實施工了幾十米 本來想起838米,這個真的很勇敢 結果就起499米,這個圓圓都成 這個是爛尾中,在拍賣,沒有人買 這個是,上海,這個,北外,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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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六家咀,上海還有六家咀,北外灘大廈,還未出地面 只是在搞地盤,那些人在搞地盤是會搞的,為什麼呢? 他買一塊地回來,他要交代,不搞地盤 廣州國際金融城,剛開工 雙子塔,其實是沒有的 因為原本想著530米440米,剪到230米 230米就不是超高大廈 230米即是700多呎 700多呎即是六七十層樓高,香港大把 這個不算的 這個不算的 成都兩間 剛出地面,未就封頂 這個有些機會完成,468米 南京,環萬斯宮中 這些基本上放棄 武漢最多,有一間周大福 這麼嚴重,當然是鄭志光搞的 這些全部爛尾 全部爛尾 最多爛尾的就是武漢 武漢建很多這些超高大廈 東莞有一間私工 未出地面,未出地面真的不算 結果我告訴你 這些私工中 他31間 有19間 多數是爛尾 這間根本就不算 改到230多米 雙子塔 即是只有30間 我告訴你 有五間完成,我都說他厲害 這個要最後完成超過400米 五間都沒有 好 我最後會講個原因給你聽 為何 在統計表裏面 這些未完工的大廈 武漢就佔了4棟 這個 全部都投資幾百億的 這些大廈是何時建的呢 就是房地產最高峰的時候 2018年 2015年就因為股票塌市 今天恆生指數又跌了三百多點 會不會回頭跌呢? 我不知道 那麼 大陸就開始大水萬貫 就是用棚改房 是倒了二十幾萬億下去 那時候房地產很興旺 借很多錢給房企 於是人人都建這些超高型大廈 超級高的大廈 2018年 譬如其中楚商大廈 楚商大廈就是武漢 是由卓爾很多家武漢民營企業共同發起 太康人壽 忠誠信 這些 威給你看看 在武漢 開工沒多久就停工 基本放棄 一停工長 很難復工的 這些大廈 很難復工的 其他三棟施工中 都是在做地基 他們會做地基 變成了祠堂 廣東、深圳、湖、湖、湖、貝塔 高度由八百三十八米 是神經病的 沒有人建八百三十八米 想破世界紀錄 四百九十九米 由2022年開始 建了幾十米 這個都是爛尾的 我告訴你 最後我講解為什麼是爛尾 這個嚴重 深港國際中心 七百米 坑到六百米 六百米 即是二千尺 是150層樓 剛出地面就爛尾 這個是世貿的 你也知道世貿是破產的 是爆雷的 當日這個地很大的 我講過 二百三十九億買回來 是深圳土地百賣第二高 是一個complex來的 二百三十九億 最近就拿來拍賣 本來第一次就是八折一百六十億 沒有人拍 一百三十億 沒有人拍 一百零四億 都沒有人拍 依然流拍 沒有人敢收拾 尤其是一停了一段 你的費用 是比由頭起更嚴重的 沒有人敢要的 二百三十幾億塊地 就升了十幾二十億 現在一百零四億都沒有人 沒有人都流拍 好了 這個就是高銀 官蘇通這個東西 說七百億在天津 做第一高樓 2008年起 原本就說 2016年起好 結果這件事爛尾 他又下來香港盟 做了幾個地產 官蘇通 本來想著六百公尺 已經很厲害了 六百公尺 結果2015年停工 他有一部分做了玻璃幕牆 封了頂 都爛尾 我最後解釋給大家聽 高銀 沒有成為中國第一高樓 變成第一爛尾樓 下門第一高樓 三百三十九公尺 三百八九十層 2016 開發商 今年斷裂停工 下門當地人稱為 這個拍賣價並不低 爛尾樓多年 沒有人敢買的 上海最繁盛的六家咀 這個不是很高 也有四十一層樓高的爛尾黃金置地大廈 搞了很多年 一直爛尾到現在 2020年 估計值150億 70億想賣 沒有人買 這個黃金置地 廣州雙子塔 是唯一的風景大廈 不過標高 是由530米減到230米 230米就可以了 700多呎 60層高 這樣就不是這麼貴 這些商用摩天大廈 都位於都市寸金寸島的核心地暖 一旦爛尾影響甚至港 爛熊熊在鬧市中有一棟這樣的東西 長期在這裡 德意志銀行的證券分析師羅倫斯 在1999年提出一件事叫做高樓魔咒 亦都叫做羅倫斯魔咒 就是說 如果誰建很多這些超級高樓 那裡經濟就會衰退 我們看看歷史上對不對 經濟衰退或者股市蕭條 都是發生在全球最高摩天大廈建築的前後 因為做這些瘋的事 其實就證明市瘋了 超大工程的啟動 是因為政府寬鬆政策 和經濟過度樂觀的氛圍 才做這些事情 而結果一到這麼瘋的那一刻 也是明斯基時刻 他一逆轉就沒有人接 最後我會分析給大家聽 大家看看 2021 12至2018 紅色的部分是中國 佔了多少 全世界是多少 中國多於全世界 中國佔了六成在中國 到2018年這些超高大廈 歷史上 190幾年 聖家大廈 Kreisler 帝國大廈 World Trade Center 這些是 馬來西亞吉隆坡 雙子塔 這個就是 哈爾法塔 這幾個都帶來衰退 Panic of 1907 大衰退 蓋上這個Price 這個對出名 Oil Shock 蓋上雙子塔 這個也是 金融 亞洲金融風暴 1998年 巴里法塔 這些大廈將近員工的時候 過度投資和投機心態而引起泡沫 即將危及經濟 政府又緊縮政策 於是就掛了 我在這裡解釋給大家聽 為什麼 超過40層的大廈 是不合理的 其實你將大廈蓋到這麼高 其實它的意思是什麼 即是地很值錢 你明白嗎 我就省了地的費用 我就蓋很高的房子 其實要明白 為什麼不蓋十幾二十層 但是蓋很高的房子 我先講一個原理給大家聽 這個是Empire State之後發明的 以前蓋房子很笨 Empire State那些很重 那個人在家 我看過Dr.Mancher 他看到一個雀籠 現在這些建房子 是用雀籠的原理去建 這些雀籠是一個金絲架 那些是鐵線 是不是 他就可以撐住了 其實現在 現在我們這些玻璃幕牆大廈 用的原理就是雀籠的原理 一條條紮鐵 然後外面沒有牆 就做一些玻璃幕牆 其實等於著陸 好了 他解釋給你聽 譬如 這個 台灣的101 就是建了101 旁邊所有的房子都說 很好笑 這個上海那個 你知不知道 上海的高樓 這些高樓大廈 保養費要多少錢呢 喏 我聽過一個建築師解釋 他說 你如果建到四、五十層樓 你多建一層 是不是在上面多建一層 他說不是等於在上面多建一層 你就是低高一層樓 放多一層進去 每次多建一層就是這樣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因為 所有的 列 頭身通道 水喉 排污 煤氣 電線 都要經過底下那層 你越高就越多經過下面那幾層 是非常複雜的 費用昂貴到你不相信 即是你建五十層樓 你要十幾億 你建到一百層以上就不是了 就五、六十億了 第一 非常貴 為什麼建不完呢 建到超高 就是非常貴 是不合理的 因為 所有的通道 走火 這個渠的設計 都要由頭到尾 距離就越來越長 大家明白了 結果下面那幾層 能夠用的通道很少 因為你又要轉電梯 順手我講一點常識給大家聽 為什麼要轉電梯 因為沒有電梯 沒有降索可以超過一千公尺 無論用什麼降索都好 如果長過一千公尺 你拉它 它就會拉長一點 沒有人可以做到一千公尺的降索 是不被拉長的 所以就要轉電梯了 你知道嗎 所以要轉電梯 一轉電梯 又多條通道 第二 有人試過 如果 在一百多層 叫消防員 讓他看完圖 叫他走到地上 消防員都走了三四十分鐘 所以有什麼事的時候 那些水災 涂難是非常嚴重的 大家明白嗎 如果那套 是失效的話 是沒有得救的 第三 我解釋一些技術層面給大家聽 喂 你是要 消防喉 要有水塔在頂上 是非常重的 大家明白嗎 因為水壓是由上面下去的 為什麼你泵不上去 要由上面下去的 你想想 是什麼多重 第四 這麼高 那一棟大廈是會搖擺的 任何大廈都是 喂 我在香港去過那些 六七十呎高的 六七十層樓的 在半山 我去看過那個樓 林青霞在那裡住 喂 不准開槍的 喂 打風 是搖到你不信 這麼高的時候 很害怕的 不要說地震 糟糕 這個101就不是 在上面做過很大的擺動鎚 在那裡 擺向這邊 他的鎚 擺到這邊 擺平它 這個東西是很重的 幾百噸 好了 然後最後一個實際的問題 我問你 起這麼高來為了什麼 他說每天 上海 那個維修費用 那個維修管理要一百萬 一年用三億 去維修保養 花了十幾二十年 那個維修保養費用 是比起那棟大廈三倍更貴 要不然這棟大廈就不應用了 好了 第四 致命的 這些是什麼大廈 除了威之外 全部是辦公室 有沒有人住家 住在這些地方 你都怕 坐電梯坐這麼久 底下那二十二三十層 住家都可以 樓上沒有人做住家 他是做酒店和辦公室 為什麼我告訴你 死定了 大陸的 空置率 深圳是二十個巴仙 北京 上海 廣州 超過十五個巴仙 現在全世界的潮流 都是home office 我認識外國的人 一兩個星期 只要回一天 要這麼多寫字樓 來做什麼 誰要租這麼貴的寫字樓 寫字樓的空置率極高 這個包括在美國都是如此 第二 寫字樓的租金 如果這麼多空置率就蓋不到 誰要把寫字樓搬去一個這麼昂貴的大廈 全世界都沒有人建的 是不值得建的 明白嗎 所以我保證你31棟大廈 至少27棟是爛尾的 好了 說這麼快 三月尾就復活節了 一班人聚一下舊 放鬆一下時代和紅米 有三款派對到會給你選擇的 輕量組合 可以選擇十款心儀食品 選擇十藥 1280元 標準組合15款都1880元 最後就是大衛王珍寶組合 不說得少 20款都是2380元 就算額外追加 每款都是138元 如果買了原創集團現金券 可以一起用 非常抵食 訂了貨三天 可以去店舖拿貨 如果要送貨 幫你叫車 訂購或者諮詢 最重要是這個 5277 3178 或者下去分店 和那些店員 談好它 很多東西選擇 一千多元到會 很多人吃都可以